位于新义乡的丰丘村,村内的敦福连外道路 中间的路段宽度仅仅只有3.5公尺 对于车辆来往汇车时相当的不方便 对此县长黎明珍在先议员使清水的陪同下 一起到现场会刊 同时云诺将投入300余万元来进行改善 丰丘村敦福路连外道路中间路段 有80公尺长的路,宽仅3.5公尺 不离汇车 县长黎明珍在亿原始清水 以及县府公务处人员陪同下到场会刊 李县长表示 逢丘村聚落出入口道路路宽有6.5公尺 汇车容易,但中间约80公尺路段缩减不到4公尺宽 且路旁就是高度约8公尺深的拨坎 影响车次通行 县府将预计投入300余万元经费 拖宽改善道路 今天到我们新义乡 逢丘村敦福路连外道路 那么这个连外道路 目前在整个道路宽度 都大概是在七八米左右 还有一段将近差不多100公尺 就是没有透宽 因为这边太狭小 大概只有三米左右 两边的道路都很宽 就中间这一段三米 市场发生诉故 发生粗后 尤其这个那么宽 要紧急缩小 市场车子差状的情况 市场发生 所以今天 那个我们的新义乡的 屎乡长 还有我们公务处处长 还有我们屎清水议员 都亲自来勘查 虽然县政府财政不怎么宽利 但是呢 这个透宽 后期有急迫性的 我们县政府 还是要来筹筹 这笔经费 那么 因为这个透宽道路工程 因为波坎很深 大概要七八米的波坎 所以工程会比较 比较庞大 所以大概要 三百三十万的经费 所以我们县政府 为了我们原住民的 这个交通 为了照顾我们原乡地区的 原乡地区的原住民 我们县政府 还是要筹筹这笔经费 来补助 我们新义乡公司 来施舍 尽快地把道路透宽 所以我们今天来勘查之后 我们就决定 拨三百三十万 给我们新义乡公司 来透宽 顿福路路 这个一百公尺 还没有透宽的道路部分 议员石清水表示 经过多年的争取 今年终于能够进行改善 顿福路连外道路 预计改善之后 双向来车通行将更顺畅 游览车大客车 也能够便利进出部落 对当地原住民 民众在文化交流 替人物互动 都有注意 这个道路呢 就是在前任县长 李朝青那个时代呢 我一直争取啊 他满口都是好好好 但是呢 一直到现在 这个没有办法 主要是因为 那个同意书没有拿到 这次呢 同意书拿到以后呢 我们县长很火速呢 马上赶过来看呢 要把它这个完成 因为经费的方面呢 在三百万啊 但是县长说 那只要 议员呢 看看能不能增加三十万啊 我同意啊 那这个路做好以后 对交通方面 像游览车 大货车 大客车呢 可以直接进到 他们的部落 带着游客出去 在学校 或是呢 这个地方上的文化交流 交流或是互动呢 都很有帮忙 车子可以进去 很自然地又出来呢 真的是对我们 这个原住民呢 或是风修地区呢 是一个很好的现象呢 另外仁河村茶园道路 普诺尔之线 回水泥路面 且电破难行 为了提高农产运输品质 与竞争力 依据增进农民通行安全 林青棟同意进行改善 将铺设湖泥土路面 总长三百公尺 宽二点五公尺 总经费约七十二万元 谢谢大家